回到那个时代 就大家根本看不出那是搭的景 太现实了 感受青春气息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很喜欢这样给我站的 那两个小红痘痘对吗 大普通令人回味的年代感 就在新推荐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从下到山的南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方翱翔 这个大普通全部都是在上海 老区是在松江拍摄的 在车堂也有拍了 在那个盛强 我们都自己搭的景 就还原实景 一条街呀 很大呀 很长啊 就大家根本看不出那是搭的景 太现实了 我们去了以后 我以为不太像是搭出来的 太棒了 还原度98% 整个一条街 能在这骑车 还有要卖的卖东西的什么的 特厉害 真的一样 都不太舍得拆 然后拍完以后 所以去看那演员都说 尤其上海记得也说 这个还原度太 股票是投资 不是投机 那么如果你们从来 没有接触过股票 我建议用你们闲散的钱 来买一些长期价值 稳定增长的股票 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给我设计了 一个西瓜太郎的 就一个盖儿似的 那种萌萌的那种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那会儿没有校服 那会儿的大学 除了有运动服以外 基本没有校服 能穿这种运动服 那家里非常有钱 都没有校服 还不给我开门啊 王磊 那个发型 其实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两个小红痘痘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妈妈很喜欢这样 给我斩量 她说这个是她的年代的时候 她看了很多电视剧 和电影里面 她喜欢的女演员的造型 我说好 妈妈正好适合我 那个年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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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色围巾 大红色围巾我很喜欢 我们的造型师 确实有专门设计这么一条围巾 他当时拿了四五条 这样的毛线的围巾 我就看中那条大红围巾 怎么样在一群人里面 能够凸显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的一份热情 和她的一种性格 我知道你有什么急事 哪想忙我忙到什么时候 这宝宝一工作做得够好 那我觉得大红色我特别喜欢 大红色代表着热情 和你敢做敢当 勇敢的那个精神 所以我就说我要大红色 我就基本上能够用的时候 我都把它围在我的脖子上 代表着这个学生对这个工作 对这个爱情的一种热血的心 大头皮鞋了 然后喇叭裤啊 马路边常常听到一些唱片啊 那种感觉的 就大概是那个年代的代表吧 那个年代烫的大卷发啊 就是周妹的那个发型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 她烫了一个大卷发 然后到机场接我 我回来了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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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你可想死我了 你总算回来了 我记得戏里面 给我定妆的时候 有试过一个调染的那种头发 那个年代很适合 很多金黄色头发 然后调染那样子 但是可能最后觉得 我这个人物看起来有点怪怪 陈梦莲内心还是比较保守的 她还是比较传统的 可能放在其他人物身上 我印象就会觉得 那个是那个年代的 吃饭了 我来啦 太好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无论 有没有啊 不